农民会种地吗 No 谁会种地 农业科学家 怎么改良土壤 土壤是怎么组成的 农民懂吗 No 我不懂 怎么育种 农民懂吗 不知道 不懂 农民会发明农业机械吗 不会 会发明化肥吗 不会 什么都不会 就会除何时当务 辛苦并不是人事的必要 太累的活儿不能干 那科学家整天在有空调的房子里待着 谁用新口式 那倒不汉低 汉到不低了 是那个低汉的新管 是不低汉的 实际是那个不低汉的 只是他们的老总你看不见 它虚 科学家的老总虚 但是没有这个虚 没有微积分 没有物理学 这个火箭 卫星就上了天 农民也没法种地 你说虚 虚拟的东西的价值 更大 因此 你不能说 比特币这个玩意 数字会比这个玩意虚 它就没有价值 可能恰恰是它更有价值 有人说呀 这个东西有泡沫 我们香港有个歌手叫做邓紫棋 他就唱了首歌 他的名字叫什么 泡沫 什么叫泡沫呢 我们举个例子吧 咱们比如说 范冰冰 范冰现在有点 这个名字起的也起欢 真凉了现在 冰冰凉凉凉了 范冰冰的市场价值最高的 你说他和罗玉凤有什么区别的 有个叫罗玉凤的人 听说过吗 你从其他动物看来 这俩的物质构成很像 都是那么多 两眼睛呢 一个嘴巴呀 那么多块骨头啊 细胞的角度都一样 甚至这个罗玉凤好像更健康点 但是罗玉凤跟范冰冰的价格差距非常大 对吗 我们就说 范冰冰就有泡沫 你怎么睡一觉就好几千万 这个泡沫太大了 那么问题是 问题是为什么罗玉凤吹不起这个泡沫来呢 就证明能吹起泡沫来的 它是有价值还没有价值呢 有 那个吹不起来的呢 你白吹 它也没有 这就叫共识机制 你想你如果撑分量 撑分量 其实范冰冰要按分量卖 那差不了这么多呀 我们有按分量去媳妇 按分量找明星的 没有 你都是按照那个精神标志 实际上 范冰冰的眼睛只是稍微 比罗玉凤也大不了多 人家不能干这么多呀 都差不多嘛 差不太多 因为大家都喜欢范冰冰这样 当然也有不喜欢的 有些女人不喜欢她 嫉妒一番 男人都喜欢 而且呢 你说范冰冰现在漂亮 还是十年前漂亮呢 肯定是十年前漂亮 什么时候加之大呢 现在为什么 用的人少 认识的人少 共识机制啊 公子共识多 价值就大 你别说个美元嘛 美元就是一张纸对吗 对呀 就是一张纸 那为什么你会抢它呢 就是因为大家 就是因为你这张纸拿来 你给谁谁都要 这就叫共识机制 因此 其实有泡沫 是有价值的利用合法 没有泡沫的东西 你可千万别在那个树上吊锁 这是有无用功 那你说泡沫会不会破裂呢 一定会破裂 比特币可能会涨到二三十万美元一美 但是到最后一定是归零的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 都会破裂 人人生就是个泡沫 最后都会破裂 不出意外的话 一百年后 我们今天在这里 这些人都不会存在 不出意外的话 都会破裂 历篇 奇温趣事视频群社区 微信搜索 LP5542 LP5542 关注后即可免费进群